斜银与运气 今年30岁的我原来是大型外资企业的大区代理商 2004年4月份 月收入三五万人民币是很容易的事情 工作也非常的轻松 一天打几个电话 什么事情都交代下面的业务员去办就可以了 那时候的我每天睡到11点起床 中午吃完饭就和朋友亲戚打麻将 晚饭过后就玩电脑看电影 一直到三四点才睡 这种颓废的生活慢慢让我又想起邪淫的念头 于是从看黄片 色情文章到色情游戏什么的都做起来 就从那时开始 我的运气一天比一天的差 事情一天比一天的不顺利 到2004年3月 公司开始变政策 我的收入发生了重大变化 大概一万元左右 工作也比以前的艰苦多了 这时候的我还没有回过头来 还继续看黄片 完全没有心思去想工作的事情 感觉什么事情都不顺意 人非常的烦躁 经常发脾气 与身边的人都很难相处 在街上看到女人就想邪淫的事情 总之 整个人的心灵都被邪淫占据了 脑袋里只有邪淫 而工作 家庭 亲人 朋友 健康 事业 什么都感觉不重要 终于 我的厄运来了 2004年11月 公司政策突然大变 收回我的代理权 要我交出我的市场 给我1950元的固定工资 让我做管理市场的工作 当时的我 精神快要崩溃了 同时感觉自己有抑郁症 觉得世界上什么都没有永恒的 我看不到前途 找不到出路 心情每天都是灰尘尘的 从那天以后 我进行了反省 发现我的厄运是由邪淫开启的 我下定决心 借出邪淫 不看 不想 不听 发誓 坚持500天 奇迹 发生了 在我借邪淫45天的时候 公司突然改变主意 恢复我的代理权 收入也同时恢复到 04年初的水平 当时来说 也相当不错了 于是我坚持借邪淫 我的运气 我的运气也一天比一天更加的好起来了 在这里 我以我的经历告诫大家 邪淫是会损运 邪淫是会损害人的命和运 把一个人的外貌 气费 气质 精神 健康 搞到一天比一天的糟糕 身边的人也会慢慢一个一个的远离你 遭遇 遭遇 也会一天比一天的差 这样的情况 你说谁的心情会好得起来呢 所以 远离邪淫 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这样才会走好运 才会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这一天比一天更远